《一星期一》 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晚上好 我是彤彤 今天晚上我要为您读的文章 是来自金正洁的 一个人有没有休养 就看这四点 下面一起来听 有一段时间 我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 捷克全程陪同和接待 国外的道路不像国内那样拥挤 一些偏僻小路 好几分钟才遇到一辆车 好几次怂恿他 快去到了 别管这个红灯 赶路要紧 很多路口没有交警 也没有探头 他不再顺着我 等到交通信号灯转换 再启动油门 不闯红灯 并非只是为了交通法规 更是为了我和其他人的安全 原来他早已经将规则内化为自己的原则 这种自律不会因为有没有警察 有没有探头发生改变 捷克的服务是无据细 体贴到让我都感觉不好意思 没事的 这些我能处理好 不行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捷克说这话很坚决 我不和你上司来说不就得了 这不是您和上司说什么的问题 为您做好服务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因为我是领薪水的 我要对得起这份收入 这句话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自律 就是当外部约束不那么明显 没有人现场监督时 依然遵守某种准则 一个有教养的人 肯定是一个懂得自律的人 知道什么行为是恰当的 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 他不会因为莽撞 无知给其他人造成莫名的伤害 业余时间 我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喜欢采访一些有故事的人 两个月前 联系到一位做珠宝的创业者 创业一年多 他已收获A轮B轮 近亿元的融资 有好下午两点 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等了半个多小时 他才姗姗来迟 他颇为愧疚地对我说 不好意思啊 刚才客户临时造访 陪了半个小时 我会好好弥补的 成功者 别人都愿意去原谅的 但他愿意俯下身子 对我这个马自公 说一声对不起 真有点受宠若惊 估计是心存一丝愧疚 他在后面采访中 讲得格外详细 采访结束 还邀我和他共进午餐 吃饭时特地地关照助手 给我提供一份 最新的文字资料 一桌丰盛的菜肴 及签字资料介绍 这是他对我 等候半个小时的补偿 在他心中 我因为他 损失了半小时的时间 而我看到的 是他对别人的尊重 尽管身份地位悬殊 但每个人的人格 都是值得尊重的 在一个有教养的人心中 不论是名人 还是小人物 都是同等重要 一样需要去尊重的 一位母亲 刚经历丧子之痛 而现在 她得到这个 向仇人复仇的机会 她的儿子 被这个小伙子一刀捅死的 在这个国家 可以由被害人亲属 来执行死刑 她手中拿着一把尖刀 而那位死刑犯 头被黑布裹着 四肢被捆绑 母亲提着尖刀 慢慢靠近这个人 双手在不停地颤抖 刀差点从手中滑落 她把刀高高举起 举过小伙子的头顶 啪的一声 尖刀 未刺穿凶手的身体 捆绑她的绳索 却被砍断了 那个小伙子 再也忍不住 扑通一声跪下来 我不想再看到 另一位母亲 再经历一次 丧子之痛 这位母亲 哭着把刀 扔到地上 类似的经历 同样发生在 下面的故事中 经过一昼夜的熬战 这支部队 几乎全军覆没 将军身边 只剩下一位老兵 走着走着 他们进入一片沙漠 白天烈日炎炎 酷热难耐 夜晚气温骤降 寒冷地令人色缩 一路上 老兵要求将军 搀扶自己 摆出以老卖老的模样 面对老兵刁难 将军没有吭声 唯一的信念 是让老兵活着 走出沙漠 回家和亲人团聚 一天天过去 似乎永远也走不出沙漠 老人要求越来越多 越来越过分 将军无从怨言 显然是老兵身边的仆从 直到有一天 老人奄奄一息地对将军说 你走吧 别管我了 我不行了 还是你自己去逃生吧 不 我不会丢下你 我要背你出去 老人的脸上略过一丝苦笑 我的两个儿子 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 我打心眼里恨你 一直在刁难你 拖累你 万万没有想到 你却包容我的蛮狠无礼 老兵从身上解下一个布包 拿去吧 里面有水也有吃的 还有指南针 你朝东再走一天 就可以走出沙漠 将军流下泪水 将老兵尸体小心安葬 随后走出沙漠 宽容是甘甜柔软的春雨 可以滋润内心的焦壳 宽容是人性中最美丽的花朵 可以慰藉人内心的不平 用广阔的胸怀去宽容一切 拥抱一切 宽容别人 其实是在宽容自己 一个有修养的人 一定是能最大限度包容别人 一个有修养的人 不一定是在物质世界最富裕 最有名望的人 曾经在英国地铁中 看到一个衣衫褂褛的中年男人 他手中捧着一本书 还是在读一本尖色难懂的 莎士比亚的著作 让我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他 还认识一位农民工兄弟 住的是极其简陋的宿舍 却坚持读书写作 工友们笑话他 你不是大学生 写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干嘛 他笑笑 继续服案 奋笔疾书 各类报刊 经常能见到他的豆腐干作品 这些作品不能给他带来风吟的生活 但他乐此不疲 写作不是为了致富 看到文字变成签字 这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即便是社会底层 这位衣衫褂褛者和农民工兄弟 同样是有教养的人 一个有教养的人 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个世界中他就是王 一个脚下匍匐万千臣民的帝王 有了这个精神世界 他对现实世界一定是满足的 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一个有教养的人 一定是自律的人 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怀有一份宽容心的人 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很舒服 因为他们不会以自我为中心 善于推挤及人 把最明媚的阳光留给你 一直找到你内心深处 最黑暗的地方 愿你也做这样一个 有教养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晚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本篇文章 记得在文末点个赞哦 我是彤彤 我在山东 祝你晚安 有时候 风太近 静不住 挂念起你 这一刻 离我遥远 飞行 有时候 夜太近 拦不出 回忆的心 雨是泪 每个夜里 如繁星 我多么羡慕你 总可以 转身飞 远远地 我的爱是你 我的爱是你 沉重心里 满足你 追醒梦的决心 我多么想念你 当世界 都失去了意义 穿越思念后 等尘星相 让你需要的时候 可以 头顶 有时候 风太近 静不住挂念起你 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 有时候也太近 拦不住回忆的心 雨时流泪 每个夜里无反省 我多么羡慕你 总可以转身飞 远远停 我的爱是你 沉重心里 盘住你追星梦的决心 我多么想念你 当时间又失去了意义 穿越思念后 等成心想 让你需要 我多么羡慕你 我多么羡慕你 总可以 转身飞 转身飞 远远停 我的爱是你 沉重心里 帮助你追星梦的决心 我多么想念你 让世界 让世界都失去了意义 穿越思念 穿越思念后 等成心想 让你需要 让你需要的时候 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分享的心想 分享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